大家好,我是Kiwi樂群 今天有個重大的任務 我們要去襯一個網紅的粉絲 啊不是 襯人家流量 啊不對! 我們要去剪頭髮啦 對 今天要去 那個台北知名 沒發網紅的店 我們要去Kent上那裡 然後 因為我這個頭 也已經 蠻長的時間沒有剪的啦 大概兩個多月吧 對 然後我們今天給Kent上一個任務 我們要剪一個 可以吸引到很多粉絲 可以有那個招財運的一顆頭 粉絲看了就覺得 哇這主播真的太牛逼了 不要唱歌都覺得帥 對啊 什麼球技一定要看 你是怎樣 最近一拳超人看太多了是不是 連頭也要剃嗎 不 母湯喔 對 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就要到Kent上的店裡啦 那 那我們就 上路吧 GO 好笑喔 可以自己要 真的好像沒有到 只是在二樓而已啦 你腳真的太痛了 好 好 哈囉 裡面請 我其實不是第一次來啦 所以剛剛看到他的助理就直接進來了 然後他搞得好像很熟一樣 其實也還好再來過一次 今天家裡面有這樣一個很大的過癮而已 開始 你今天怎麼那麼精準 先稍坐一下 先坐著一下 好 我現在躺著這樣 我就有一種 好像又要繼續做眼或起坐的感覺 幹 覺得 很草靈 那時候你沒有在說音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什麼意思 我不敢偏對你 什麼意思 現在正常還是要約到五 約五月咧 喔沒關係啊 我相信我頭髮應該 長蠻快的 就等下約嘛 不然到時候就看 有沒有什麼人取消 我們就專門插對了 對 沒有啊 有些人一次就約好幾次 是喔 很怕約不到 這就是Kent上的威力 不要啦 就很佛啊 就是喜加減 我們那時候700嘛 對 對 因為你要一般去 很便宜 很便宜啊 因為一般去東區 剪一顆頭 要嘛就要破千起跳 嗯 對啊 是喔 而且之前 之前我朋友去給那個很有名的 生理師剪 剪一個頭要3000多塊 神經病 而且他說 啊剪的有沒有比較好看 這裡就不說是誰了 對 蠻有名的在東區 聽說要排很久 對 對對對 就是說 你沒有剪得很好啦 又收那麼貴 對 我現在想要幹嘛 今天總法挑戰怎麼弄啊 想一下 我們要做一個 最有招財像的髮型嗎 最有招財像的髮型 其實我們鏡頭拍起來 粉絲一眼就看到過 哇這個人怎麼那麼帥 不用唱歌就覺得帥 就是想把我的頭了 是不會的 來那我 好 整個鳳梨 當然不是啊 最主要的關鍵還是來自於說 讓五官極短更立體 然後讓臉變得比較小 也就是說 在兩側的地方的長度 還是必須拿捏好 不能撿到非常的短 還是要一定的長 那上面的髮型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 不是我是覺得啦 我會比較建議上面的 蓬鬆度要更明顯 也就是說它捲度可以再加強 之類的 You know Yeah 我們剛剛有聊到一個問題啊 就是 其實在這一區 這個區域啊 這麼競爭 其實以你的收費來講 是相對 讓人家覺得非常便宜的 為什麼 你會想要定這個價錢 在這麼競爭的地方 定這個價錢 我覺得最主要是整體的環境 就是跟我內心所需求的 的 質感 我不認為說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客長你有名氣啊 你可以收更高的價錢啊 但是我個人不是那麼想的 我是覺得 人家說百聞不如一見嘛 你今天是因為你網路認識我 或是在媒體認識我 你來到了這裡 你來到這邊以後 還是要見真章嘛 你不只是記住性 你還有服務性 你還有各方面的 一些的要素 因為現在的 各行各業都一樣 其實先不要講說 消費者他講習近平 最主要就是 大家視野開了 東西看多了 不是像以前 以前就是你糊弄一下 就過去了 就是我記住好嘛 所以我其他東西都隨便 可是現在時代的人 他會比較 所以說 我不認為其實 我現在所 待到的環境裡面 他有增加價錢的空間 我覺得如果要增加價錢的話 不只是我的技術面 甚至還是什麼 還有他的服務面 還有他的整潔面 還有環境面 還有整體的 整體的感受度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有時候來 除了剪頭髮以外 只是想要跟他聊天 你知道嗎 就會有時候聊一聊 會 聊一些 人生觀 莫名其妙 就像剛剛在前面一樣 會聊一些 聊一些什麼 動漫啊 或是日本文化 什麼什麼的 什麼話都能聊欸 怎麼會這麼厲害 就 不學無數啊 東西看很多啊 看到一個東西就覺得有趣 就 就稍微研究一下 就像我們常常在看的那個嗎 欸 欸 靠腰勒 很久沒更新了 沒有啦 你給我 算了沒事沒事 但是太少了 我最近發現一個更讚了 我再給你看 為什麼上次你在介紹你的工作室片的時候 還沒有這支手錶出現 還是你 你把他漏獎嗎 喔對那時候還沒有 喔 抓爆 對啊那時候還沒有啊 那時候真的還沒有 印象很深啊 第一次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朝聖來的嘛 他想說 欸 平常應該嚴肅 結果一來他就 很脾氣 欸 今天要 今天要剪什麼 我們現在聊聊天 先不剪 我說 傻了 第一次有設計師 一進來就說 我們現在聊天 對啊 這樣子比較難知道 知道 你的方向 對啊 你那時候第一次來的時候 你坐在他的位置 對啊 他在 我連位置他都記得住 對 你就坐在他的位置看 太扯了 就是 回去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欸 你怎麼還記得我 對就是第二次他以前的時候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說最近要投資嘛 對啊 對不對 你看我還記得 這個人 這個人 腦袋不知道在裝什麼東西 沒有裝什麼東西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沒裝 就只有裝這些而已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要不然就 你看像九片小姐 嗯 他也要有這個能力啊 是啊 因為他之前跟你說什麼 我媽出車禍 我爸被搗毀 然後 然後 賠了多少錢 然後我外婆也過世 所以我今天才在這裡工作 下次的時候 我說我外婆過世 幹你那幾個外婆啊 對不對 但是 我這樣健身也是啊 健身已經變成我一種工作 比什麼 健體啊 你是健體 對啊 對啊 人生第一次比賽 不會啊 你其實以整體來講 是非常壯的 而且 比起兩個月前 你瘦很多耶 對 哎唷厲害喔 那個時候有肚子 現在比較沒有 現在沒有了 對 我已經瘦了六公斤 哎唷 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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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好了 看到這一集 現在要來 預約了嗎 但是你知道 你們看到這一集的時候 預約 要等到暑假囉 好 看來還是笑一下 喂 再見 喂 我沒看到 看到 nobody 親喳 有肚子 我們去跑 друз 我們深思 發婚師 我們去偷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